音樂 再來是內 內部的內 我們先寫這個框 折過來以後 稍微有一點點向內側彎過來勾起來 從中間下來 然後過著這一橫向左邊偏出去 在這個地方交繪一個點拉過來 折過來 再來是 我們再來要寫這個寺 單人旁左邊是一個單人旁 右邊一個寺廟的寺 就一束下來 不要太長 到這裡就可以了 再來是這個 這個短橫在這個頭下來 一點點這個地方 然後這裡一束下來 在這個地方 這一橫 這一橫就稍微比上面一橫要短一點點 那這一束的 右邊 一條線的位置 做一個勾 一個點 好 這個地方 地平線是斜的 在這裏面 在這裏面上 在這裏面上 再寫這個罩子 罩左邊是一個走這邊 右邊一個蕭 我們先寫左邊的這個蕭子 這一橫稍微長一點 從這邊過來 那這個裏面 它就用這樣子 有點像行書的寫法 一納 拉出來 那麼這個蕭呢 就是說從這個地方 吐的這一橫 這個高度來寫 一個點 這一筆斜斜的過來 那這一筆 從這裡 一個肉 勾起來 一橫 兩橫 好 再來是一個思 思想的思 上面一個田 底下一個心 那麼好 一樣只要是心上面的 不管是寫什麼的 疑慮稍微偏左一點 讓它的重心偏在左邊 好 這個田 寫到這裡已經很明顯了 它在字格子的 稍微靠左邊一點 這邊一個點 然後這個心就回到中間 那這樣 點過來 連過來 一點 往左邊一瞥 好 再來這個字 左邊是一個單人旁 右邊一個品 就是三個口 擺在一起 那麼這個品 念奏 左邊這個單人旁 因為受限於 右邊這個品的高度 所以這一數不需要太長 它是一個比較扁的字 它不需要拉得很長 這樣就夠了 那麼這個 第一個口 擺在這裡 反正三個部位擺在一起的話 上面這個可以寫的大一點點 那這個中間這個 左邊這個口 因為它兩個併排 所以這個可以寫的小一點點 那麼併排的右邊這個 可以再恢復再大一點點 就寬一點 不是厚 是比較寬 厚度是一樣 那就是寬度 這個寬這樣 這個寬這樣 稍微多一點點 那麼這個字 是古字 那相當等同這個坎 單人旁 上面一個口 一筆 兩筆 三筆 是這個坎 等同你這個坎字 這一筆不要太長 上面這個口 比較寬一點 那左邊這個口 比較窄一點 那右邊併排這個口 可以稍微寫的寬一點點 好再來是寫這個判 就是判官的判 左邊是一個半 右邊是一個刀 這個點就直一點 那這一點就稍微寫一點 那再來底下一條橫線短橫 大略以它們等寬 那再來這條橫線稍微長一點 好 從中間一束 貫穿下來 底下就做垂陸 好再來一束 這個刀子一束 這短束 就在這個地方 那再來是一束 稍微長一點 粗一點 那底下帶一個勾 好 再來是判官的官 上面寫一個寶蓋 好 再來是判官的官 再來是判官的官 那這一束呢 就是偏左方一點點 那下面稍微有點往左方下方斜 那麼上面兩個框框 第一個框框是這樣 下面疊著第二個框框 疊著下面這個就稍微寬大一點點 比較寬一點點 所以這一束呢不是垂直的 它稍微有點斜的 因為這邊是斜的嘛 它下面比較寬 所以這邊跟著斜過來 上面這個寬比較窄 下面這個框比較寬一點點 那麼這一束呢不要用完 底下留點伸出來一點 再來是內 內部的內 一樣剛才寫過了 這一筆這樣比較細一點 那橫過來之後 折 這個就稍微粗一點了 那底下彎過來 帶一個勾 從這個地方下來 一筆過去向左 然後向右一點 然後就向右邊 一筆來 前一筆 更多 一筆 後一筆 走 一筆 後一筆 後一筆 後一筆